好 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 當然也掀起了說要來檢討 在今天也有最初步的一個檢討的報告內容了 不過很多人也在討論說 這是不是代表說抗中保台牌已經是無效的呢 現在前台北市議員也是民進黨的梁文傑 他就分析 他說這個抗中保台這件事情 其實還是他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基本的基礎 不過副總統賴清德他也喊出說和平保台 這是不是也像中間路線靠攏一些了呢 梁文傑就說其實喊什麼口號不重要 重要的是到底現在的情勢是如何 而未來在二零二四他認為民進黨還是有一些相對的優勢的 他就說到投完票之後 國民黨雖然氣勢看起來是比較好一些 但是二零二四民進黨當然是不好贏 可是九合一大選中似乎綠營的沒有出來投票 但是社會不見得是討厭民進黨這樣的聲音居多 那他也提到說在總統選舉來說 第一個投票率一定相對是比較高的 再來是在俄烏戰爭之後 台灣人對於戰爭的看法以及恐懼 是有所改變的 像是二零一九年的反送中 以及二零二零年的蔡英文大盛 但是相比來說挺香港不用成本 逼印延長是要有成本的 所以他也說趁早解決這個問題比較好 如果拖到明年的話 對整個來說 情勢民進黨是比較不利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是 P